今天的氣象資訊戰時間來了 要歡迎趙文 趙文 今天是8月15號 而且呢正值暑假期間 去哪邊玩好呢 花蓮的金針花 目前正在盛開當中喔 其實就是因為今天是禮拜一 然後大家上班的時候 心情可能比較鬱悶一點 讓大家看一下一些美麗的風景 美麗的花 看起來心情應該會好一點 那因為剛好現在是在這個 金針花的時間點 那所以尤其是在 花蓮這邊的金針花旗很有名 很多人都會在這個時間點呢 去看就是在大概8月中 9月的這段期間 所以在花蓮這邊 像是刺客山這個地方啊 六十淡山呢其實都是 還不錯的這個賞花的景點 那它盛開期就是在 現在這個時候 那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要去的話呢 它會有交管的時間點 還有就是有些車輛呢 其實可能也不太能到那個地方 不過光是看這個背景 其實就已經很療癒了 真的我稍微補充一下喔 這個假椅類的大顆車 主要就是弄大型的遊覽車 或者是大巴 是禁止上山的 那麼另外呢 這個紅線也是禁止停車的喔 所以如果要上山的觀眾朋友 要特別注意了 不過看到這畫面 未免也太療癒了吧 很像金黃色的地毯一樣 就像仙境在這裡 那麼除了呢 在花中之外 六十淡山還有赤柯山 像是台東的太馬里 目前呢 這個金針的花海呢 也在盛開當中 一直到9月11號 所以大家不妨可以去玩一下 好不過除此之外呢 在這個賞花的同時呢 也可以吃花 對 有一些金針花的餐點 可以給大家做參考了 你可以看到這一次的這個業者 其實發揮了巧思 以往我們都只是覺得說 好像是金針花配排骨湯啊 或是金針花茶啦 現在他們開發 像是這個忘憂的佛卡夏 也就是金針花的披薩 還有喔 金針花的肉丸以及 跟貢丸 通通都搬出來了 所以呢 準備要吸人氣了 其實一般我們常吃到的 就是金針花的湯 會比較常見一點啦 但是除了如果你不想要去 就是這麼遠的地方 因為畢竟在台東啊 花蓮這裡總是比較遠一點 那其實這個地方 台北的陽明山上面 其實也看得到金針花海 對 看起來也蠻浪漫的 那目前呢 它的這個盛開大概是5到6成而已 所以到從現在開始 一直到這個中旬 都還可以去追金針花海喔 對 所以這段時間呢 就如果你想要去追金針花的話呢 要特別聽大家也要注意 天氣的狀況 尤其是最近在花東地區來講的話呢 天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熱啊 接下來的時間要交給趙文了 沒有錯天氣真的很熱 像是在剛剛呢 這個花蓮的復原啊 已經飆到了38.5度 那麼像是呢 這個玉璃部分呢 也蠻高的 大概是37-38度左右 也要提醒各位觀眾朋友啊 如果你要去花東一帶的話 請記得防曬多多喝水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禮拜的天氣 究竟如何呢 基本上今明兩天的話 全台灣各地都是32到35度 也會午後雷震雨喔 主要呢大台北盆地 以及中南部的山區 雨勢會比較明顯 那麼今天主要的降雨熱區呢 是集中在嘉義以南一帶 那麼到禮拜三到禮拜五 天氣有點小小轉變囉 主要就是水氣增加 包含了恆春半島 以及台東一帶 除了是因為東南風的關係 所以一整天不定期都會飄雨 另外後雷震雨的範圍也擴大 從這個山區一路擴展到平地 所以就連平地沿海地區也都下得到 不過到了週休假期呢 水氣也慢慢減少了 而且是晴蝕多應的好天氣 全台灣飆高溫可以來到37 甚至上看38度 午後雷震雨主要集中在西半部的山區一帶 而且是比較局部的 今天大致來講還是非常炎熱 中氣上級也發布了高溫資訊 而且就在稍早也更改了高溫資訊的範圍 包含像是在花蓮有機會飆到38度 其實已經飆到38度了 而且全台灣就像口分數一樣 尤其大台北、宜蘭還有台東 都有機會飆到36度的高溫 我們從氣象關鍵字跟您做提醒咯 今天中央氣象局說 真的是你頭痛癢癢癢 真的非常的炎熱 而且要告訴大家 多多補防曬而且補充水分了 另外今天下半天嘉義以南要防的是 午後大雷雨的發生 要嚴防局部比較大的雨勢 尤其是山區一帶 另外如果是恆春半島還有台東地區的觀眾朋友 請您記得西帶雨季 因為吹東南風的關係 因此雨時大時小的 再來看各地氣溫了 今天北台灣地區高溫來到35到36度 會有午後雷震雨 中台灣是晴石多雲高溫34度 南台灣一帶今天高平水氣會比較多 高溫來到34度 東台灣地區尤其是台東今天水氣略增 離島的澎湖金門跟蓮江高溫來到33度 不過特別加強提醒的就是在澎湖了 今天紫外線指數是達到危險等級 以上是這一節的氣象資訊證